好 沒有想到在這麼繁忙的高雄市區 還可以有一座這樣 古色古香的車站 這是三隊出車站 這個車站位在高雄的三明區 三明區其實相較於 高雄其他的區域來說 也許以觀光角度來講 大家不是那麼地熟悉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有人文的地方 而且也有很多小小的角落 值得探索 角到角落 其實這個站房 它是一個復刻的新站房 而它的舊站房本體 就在新站房的斜對面 在這個斜對面 看到這樣子一個歷史的建築 還在城市當中 就是一件滿值得欣慰的事情了 而一般我們旅行的時候 會想要找幾個人 譬如說老司機 有很多的口袋名單 還有就是總幹事 很了解各社區的發展 另外還有一個人 是我今天要找的 他很特別 因為他是 掃街拜票型的人 而且他用腳踏車掃街拜票 這跟老司機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 一定是大街 小巷 巷弄裡面 都熟門熟路 找他就一定有好玩的 看到了 看到了 柏陽 嗨 是那個從小看到大的Windy嗎 對 你就是那 騎著腳踏車掃街拜票的 南板丁曉宇嗎 丁曉宇 丁曉宇是誰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卡通 丁曉宇 博士 謝謝 你看起來也太年輕了 你走在路上 根本沒有人會覺得 這是我們三民區的議員 我很常被誤認為是助理 我覺得你根本是一個大學生 就是你穿這樣 走在大學的校園當中 就會覺得你還在上課 還在修圍 對 但是就是 需要一些年輕的活力 進到社區裡面 所以我們才想要來參與更多 對 而且由你來代表三民區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三民 它其實可能對外縣市的人來說 譬如對我來講比較陌生 但事實上它是一個 醞釀著很多活力 也充滿了待發掘精神的區域 沒錯 我覺得這個區域 其實像尤其是我們今天要來 參觀的三快錯車站 它可以說是三民西區 這一帶的一個 不管是你要說經濟 還是工業 還是人文的一個發展起源 就在我們這個三快錯車站 所以如果像要跟朋友介紹 三民區 或跟朋友介紹高雄的話 其實三快錯是一個 不能錯過的景點 三快錯 你剛剛說經濟發展都是這一塊 所以三民區當初 在三快錯這邊 是以什麼樣的產業開始發掘起來的 其實最早在三快錯這個地方 可以回溯到明正時期 那個時候其實有姓王的 姓蔡的 姓鄭的 三大家族來到這個地方開墾 那時候叫三代楚 這個三代就是那個山 就是這樣來的 三個家族在這個地方開墾 後來一直到日本時期的時候 其實大概在1908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三快錯站 還不是現在的樣子 當時是一個臨時招呼站 然後因為當時我們周邊 有一個三快錯港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聽港都知道有這個海運 所以很多外面 從唐山過台灣來的 舊來品就會到這一帶 後來當時北邊其實有一個 日本時代的台灣練舞 諸事會設 所以想像 可以想像工業跟勞工 也在這一帶 對 所以在1908年設立招呼站之後 不到三年的時間 這裡就開始蓋 我們現在看到的整個 三快錯的木造老建築 開始就變成了 是一個南來北往 不管是貨運 人流 還有很多當時煉瓦族事會設 它所生產的這些瓦類的製品 要運輸到全國各地去 其實也都從我們三快錯站開始 其實光聽到 舊來品這三機制 就知道那時候 周遭區域應該是非常有錢 非常 有就是人 勞工 甚至是做生意的 都會在這邊 所以其實我們講三快錯的時候 不能夠只有講三快錯站 其實包含周邊的商圈 我們講的三豐中街 中街 人家講說 北迪化南中街 南來北往的貨品 都能夠在這邊買齊 北迪化南中街 這裡就是你說的 三豐中街 我覺得走在這裡 我一定要把我先準備好的 台灣LV給拿出來了 還有鈔票 準備要大買一番 因為那個乾貨的香氣 真的太誘人了 很香 妳在外面就聞得到了 對 主婦魂大爆發 但我覺得我好帶太小了 我怎麼這樣子 不夠 妳要帶那種中美合作的大袋子 對 其實我覺得來到這邊 你真的就是看到最在地 最接地氣的生活方式 因為大家真的都是 在地居民來參加 很明確就是都是住在這裡的人 所以既然在地人都來買 表示這裡的價格一定是很實在 當然 其實它在整個嘉義以南大家 就是過年才買的時候 其實是一定會到中街這邊來 我現在要帶你去的 其實就是在南北貨這一塊 在這裡非常有名的一個店家 大盡力商航 就到了 到這邊 妳好 妳好 理事長好 你們的品項看起來好豐富 很香 很香 理事長 你們這個辦南北貨 這樣子商航開多少年 我們已經開三 四十年了 真的 除了是家族就五 六十年了 家族就五 六十年了 所以你是承接家族師的意思嗎 這裡的南北貨 有沒有說 我們來挑的時候 哪一些是最受歡迎的品項 或者是一整年熱銷 不管逢年過節還是平日 都非常熱銷 像蝦米 我們現在看了這個蝦米 蝦米剛好 這些都是餐廳用料 餐廳用料 所以如果是批花的 或是餐廳都會來這邊採買 種類很齊全 對 就是 中間不真的是十種 超多種蝦米 超過十種以上吧 大概你要大小我們這邊的 對 我們這邊比較淒淺 而且這邊的價格會比較便宜 因為我們都是做屁蛙的 有 我在盯著價格看 好 你知道 主婦魂 我來介紹一個人氣產品 人氣的產品 對 對 我們這個是 弄到國外的芒果乾 芒果乾 日本人的最愛 這麼厚 這個日本人買了以後 還幫我出書 真的 大紀立山行 三鳳中街 高級的甘物酥 酥酥酥酥 幫我們 妳現在就要亂講 我也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真的 假的 好吃 這個芒果乾吃上去 真的不一樣 很好吃 就是我們都吃雞捲整片的芒果 所以也不是很甜很甜 就是 芒果香沒有說被那個甜度蓋過去 等於說它在烘焙的時候 有把芒果本身的味道 鎖在裡面 好好吃 是特別介紹的 shel 不是 好 就是這樣 好 好 不然我們點這些 謝謝 好 謝謝 厲害 我看它上面寫 since 1949年 現在2023年 所以是70年 很厲害 這樣子一個小小的攤子 可以接吟這麼久 表示在地人都很認同 而且你看剛剛老闆 他是年輕人 所以他是第三代 老闆 你是第三代 他也是 你幾歲 我現在只有 怎麼 你40歲 我驚喜 怎麼看起來20幾歲而已 很驚訝 對啊 看來就是第四代 馬上就要出現的意思 單民區的水土 把人養得很不錯 很厲害吧 你也這個 開什麼玩笑 白板丁小語 好 停 老闆看起來也好年輕 對 所以這一攤也是說 在地人大家自己都 等於吃精力 活力充沛的時候會來的 其實你看它是1949 1949其實就是 我們整個三塊處的一帶 從車站 包含周邊的商圈 整個蓬勃發展的一個 那個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 從周邊學校 然後到甚至這附近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戲院 老戲院 其實當時這裡 它不只是商圈 它其實是這一代的人 他們生活的一個 重要的樞紐 所以你看吃的 然後大家 到現在已經2023了 其實你看 剛剛上下班車草 其實還是會有很多人 就是特地到商圈裡面 然後來這邊用餐 對 就是雖然說它的座位舒服多 可是感覺得出來 就是很溫馨 然後有時候好像是那種 不管是你上學前下班後 就是來吃一個 故鄉的感覺 對 一般人家說商圈商圈 可能會以為是 我要買什麼東西 才會特別去 可是中間跟別人不一樣的是 我就算沒有 今天要買安北貨 我還是會來這邊 看看老朋友 然後來找一些 在地的店家聊聊天 配合 大家配合感情之類的 謝謝 那又或者是說 就是到小吃部 然後來用餐 它的這個 裡面有鹹湯圓 有蝦丸 還有肉丸 沒錯 蝦丸就是這個 謝謝 V哥來了 看起來好好吃 經典 這個不是 一聞就很香 吃看看 好好吃 你們的這個醬汁是 獨家秘方嗎 我很少吃到滷汁 是這樣子的味道 它就是香濃度 很純 就是不甜不鹹 但是又有甜有鹹 你知道一切 妳這個形容很深奧 很深奧 因為它就是會融入在 你吃一口醬汁 有 我跟妳說 妳還要沾上面一點 它有蒜泥 你知道像高雄 天氣熱 其實有時候 這種吃重口味的東西 會特別地讓人家覺得舒服 我覺得這個醬汁很棒 老闆 你們應該單賣這個醬汁 剛剛好的時候 剛剛好 恰到好處 老闆 你們家的東西 為什麼那麼神奇 你們家的東西就是 顏色看上去 感覺好像是會很重口味 可是吃下去 都是整個心飄起來的 那種清爽感 對 這個湯頭可以透露 是怎麼熬的嗎 我們有加很多的大腹下去 比較好 跟我們可能那些切料 全部一起熬燒湯 所以它的顏色就會是這種乳白色 很多精華在裡面 通常會這麼清爽的湯頭 就表示都沒有加味精 真的是原料熬出來的 原型食物熬出來 才會這麼清爽 這麼可口 喝下去不會 不會覺得說舌頭麻麻的 或是覺得很口渴 對 喝下去不口渴的湯 就是真的好湯 好好吃這個鹹湯圓 可以宅配嗎 可以 配件給以後 來山峰中街的朋友 我發現妳們會帶我走進巷弄 跟一些小地方 就是妳自己在選舉的時候 騎腳踏車掃街敗票 找到這種口袋名單 還是說因為妳是在選舉的時候 所以同小隊這一區域就很了解 其實我不在地之地 妳是在地之地 我可是我是屏東竹田的客家人 我是讀大學的時候才來高雄 其實以前學生 學生就 因為我可能到處逃 所以就是自動車行 這裡都四處走 所以我現在載你走的地方 其實都是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會去的一些地方 就是平民小吃 就學生消費能力 可以負擔得起的一些消費 所以你從學生時代開始 就等於對這個地方 對高雄三民慢慢累積出來的 對 所以後來就是 想要透過選舉去探戀 去公公私物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你想到 當然是三民區 因為是第一個住了十年以上 最有感情的地方 所以選舉的時候 等於是再複習一次 你選舉的時候 是回來看初戀情人那種感覺 有點像 你看其實就是這一面牆 就 就是那一個嗎 對 大大的孔 這兩個 然後大概50公分那麼大 它其實就是全台灣唯一 就是被國民黨的軍隊 真的砲擊校園的一個 歷史的證據 可是這個歷史上面 到底為什麼那時候 國民黨要砲擊校園呢 因為大部分不管是 國家有內亂 還是外有動盪 通常都是學校這個區域 比較不會遭受到任何波及才對 那個是比較現代化的認知 可是那個是一個非常 動盪不安的年代 我們一般講228事件 都是講說 可能是發生在228當天 但是高雄其實跟 台北版的不太一樣 高雄的228事件 其實是發生在3月6號 當時其實228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在熊中這裡 就有學生組成了一個 所謂的熊中自衛隊 雖然它叫熊中自衛隊 但其實裡面的組成 有包含熊中 熊公 熊商 熊女的這些年輕人 外界認知 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武裝集團 但其實它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去跟軍隊對打 他們其實是為了要維護 整個市區的秩序 以及保護當時的一些民眾 所以就組成這樣子一個青年團體 不過這個滿有意思的 其實我們很常 外界都認為說 這個228可能是什麼 所謂的省級衝突 很多版本的解釋都是這樣 但其實當時的熊中自衛隊 保護的市民有非常多人 都是所謂的外省族群 所以其實在歷史的記憶當中 其實非常多不分族群的人 在這種軍隊的鎮壓裡面 其實都是受害者 是的 因為其實人民之間 你是我的朋友 我沒有在分分省外省 我們就是彼此保護 彼此團結 所以熊中後來他們補這面牆 他們在修氣的時候 是特別把這個彈孔留下來的 就是牆有整修過 但是我們這個歷史的記憶 我們刻意把它留住 是 沒有錯 熊中的校風上來都是 滿開明 開放 自由奔放 所以其實從那個年代 就奠定下來直到現在 是的 好熱 好熱 超熱 高雄就是這麼熱情 但我跟你講 我們這附近有一個地方很讚 就是天氣太熱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很適合去 它就是我們這裡在地 超過一夾子的龍泉彈珠汽水 可以喝一些涼的降降溫 沒有錯 就是 現在就在我們的眼前 我現在帶妳進去 拜訪他們老闆 現在很需要 很好 哈囉 滿心姐 嗨 今天好熱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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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洋 美女 她要喝什麼 有五顏六色任妳挑 感覺好像拿出了一道彩虹 好多不同的口味 最傳統的是哪一種 滿心姐 這個 對 這個顏色我有印象 原味的對不對 是 柏洋妳要喝什麼口味 我喝這個 妳那是原味 我喝檸檬萊姆好了 好 你先開 我先好 好久沒有玩彈珠汽水 會不會不出來 它才會撲出來 妳把它壓著 這樣 妳打這樣是打不開的 真的 所以我要壓 這樣輕輕壓就好了 要壓著是不是 壓下去就可以了 不要怕 Windy感覺很怕 我怕噴出來 還是有噴出來 好香 馬上那個味道就跑出來了 好 換妳 好 有了 真的 妳有聞到那個味道嗎 有 很香甜的味道 謝謝 好喝嗎 好懷念的味道 有覺得解渴了嗎 剛剛前面這樣一路曬太陽 曬到現在 有 而且 真的是一方面消暑降溫 瞬間覺得慶涼入體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懷念 對 好久沒有再吃這種 就是古早味的味道 對 這種傳統的原味 它是香蕉水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以前是香蕉王國 所以什麼東西都染香蕉油的東西 像美濃的清冰 也是用那個 以前的豬肉也都放的味道 真的很香 對 就是現在 如果喝比較當代化的汽水的話 你不會喝出那種古早味的感覺 一定要這種 滿清潔 你們現在做蛋豬汽水 其實算是滿多年的傳承下來的 我們已經有65年的歷史了 那是最昂貴的飲料 那時候很昂貴 不是 它算是一個奢侈品 少爺 小姐才喝得到 你吃飯就沒錢 怎麼有錢吃起水 也是我們那種 對 所以那時候算是 要滿有錢的人吃下去 但我很好奇 到底為什麼蛋豬汽水 汽水就是汽水 為什麼要放一顆蛋豬在裡面 因為以前沒有那個機械 可以說去做這個瓶蓋或什麼 所以就很 頭腦很好 都用那粒子 我把它攪拌就掉了 以前是不像 不像是一種火燒的 你用來用去都一直在用就對了 平頭拍的也是照樣 那時候的鴨鴨比較高 那時候的鴨鴨是 說得比較快就是脫光剪辣 比較薄 因為有時候就會很容易氣爆 氣爆 因為蛋豬汽水 它是吃它的1點氣 以前人都說 我們吃1點氣 就是它的氣很強 好嗎 所以它如果是硬的 它那粒子就大起來 我們的臉部很危險 所以後來改塑膠瓶的話 是安全上面的考量 對 因為83年我來接 我發現 布蕾好像真的很貴陷 它除了有時候運送當中 或是在販賣當中 它會破的 要它掛在手 要以前的人比較高興 就自認倒楣 現在的人就不是 可以 現在可以 就有公安會議 對 85年後 我發現說 真的太危險了 現在的鴨都是補貨的 我們絕對不可以傷害 所以台灣 我第一次開發寶特瓶的 蛋豬汽水 但自己開發寶特瓶 現代人也會擔心 像塑化劑的問題之類的 我們這個絕對沒有塑化劑 我們這是用皮膚的 對 一定要經過非常嚴格的檢查 可以吃的才可以做 因為你也是用 給自己小孩喝的那種心情 來做 其實 氣脂好吃 壞吃是我的感受 但是裡面放什麼 跟鴨子 好跟不 那是我的良心的道理 講得真好 對 好 這個是已經調好的 對 好 先這樣子 對 感覺會弄我全身濕的感覺 對 壓下來 放進去 然後 這樣 可以拿起來 這樣 有啦 但還差一點點 好厲害 加油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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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這樣剛剛其實有講到 我們選舉的時候 就是會騎腳踏車敗票 好 我們現在就是沙特圖這邊 也大概走得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就騎上自行車 帶你去體驗我們高雄市 在鐵路整個地下化之後 有一個15公里長 超過70公頃的 所謂的綠色廊道 但這個部分就是要用 騎腳踏車的方式去走 不然15公里 我們兩個真的會走到類似 對 而且我覺得騎腳踏車 也可以感受一下 你當初在騎單車 掃街這樣子的心境對不對 對 沒錯 不過這裡有黃色的 也有橘色的 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這個黃色 就是我們一般的腳踏車 是一式行車 但是那個橘色 還有電動輔助的功能 所以騎起來 那一台會比較輕鬆一點 就這麼剛好 全場只有一台是不是 我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你少肩肺跳 你體力比較好 這台讓你騎 電輔車我就 不是吧 我是在地 應該是我騎比較輕鬆的吧 不是 你年輕 你不是看我節目長大的嗎 空容量比沒有聽過嗎 這樣是不是 對 對 那就讓禮了 你藝人 你藝人 好 我跟在後面好不好 我跟在後面 我選名 好可愛 這個禮其實是老年人口 比例非常高的一個禮 後來有一個藝術家叫馬里斯 他就來這邊 參選了禮長 他選上之後 他就把他的藝術家朋友們 就找來 用禮 不只是 這個是工廠 前面還有住宅的牆壁都有 其實就是把一些年輕的活力 他甚至很常辦親子活動 把一些年輕的活力帶到 帶到這個禮內 讓他雖然說老人家很多 可是看起來其實是非常地 青春 對 沒錯 而且他們的彩繪是那種 很粉嫩 就是比較粉色系 所以感覺很溫柔 對 是溫柔的特標 就很年輕 這邊真的 每到大樓都有自己的樣子 對 房子都有 那個都花很多時間 而且也要取得住戶的同意 這裡以前因為這是鐵櫃 所以其實因為就草 然後環境也沒有很好 所以它其實兩邊本來就是 算是我們講的 就是那種條件比較不好的房子 而且又舊 後來整個下面 地下的話到正下方之後 上面就變成綠廊 然後它全長就是 15公里的綠袋 非常搭 從左營到山明區到鳳山 這樣整個連成一線 對 然後 也因為這個動作 所以讓這些本來周邊 大家覺得就是最條件不好的房子 瞬間變成是一個 一出門就是公園綠地的住宅區 這真的會很有感 就是當自己生活的地方 被改變的時候 整個人對於家鄉的印象 或是對於土地的熱愛 會跟著大大提升 很聽不懂 這樣 這家裡好吃ır吃飯 在這裡很有名嗎 對 我跟妳說 只要吃那種評價美食 我就 throw 而且這間 算是老店嗎 看妝花 你還不知道 阿太 哈囉 你好 歡迎… 大長 我覺得阿太看起來超年輕的 你應該是第三或是第四代 如果以老店來說的話 差不多 差不多 第三次代 所以你是爸爸 爺爺 就開始一路傳承下來嗎 應該是說 我跟老闆沒有寫人關係 你跟老闆沒有寫人關係 對 因為我是他的土地 我是他帶出來的 這個比較少見 對 我剛剛一直以為他是老闆的兒子 因為在台灣 其實吃過很多老店 大部分都是家族企業 應該說緣分 因為就是 剛好我跟老闆一樣幸福 我們要同性 我同情 就是應該 應該是說我學生時期 會慢慢這樣做 應該老闆看到我的努力 因為 因為他可能放給我做 我其實也很開心 有錯的賞識 畢竟就是 能讓老闆 放手交給我 我就一定會好好地做下去 我覺得聽阿太講話 就可以感覺說 老闆為什麼願意傳給他 他就很承懇 沒錯 老實人 對 很踏實 很迫不及待 想要試試看你踏實的手 可以 要吃可以先 嘗試我們怎麼如果製作 一顆肉粽的流程 就模擬一下 你做學徒的心就對了 可以體驗就對了 可以 也是跟老闆本人學嗎 跟我們 就跟我師父上去學習一下 就等於變成跟你是師兄妹就對了 對 師兄 師兄好 妳好 小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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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好 妳好 歡迎 妳好 妳好 郭師傅 走上來你們二樓這邊 整個氣氛好特別 我以為是用餐區 結果沒想到 很像是一個懷舊的 有點像周銀文化 成那種場景有沒有 對 你也沒有上來過 你答對了 我跟妳講 我的老師就是 寶島時代村的設計師 這老師剛好 這麼巧 我這邊應該這麼講 就是以言辰為主 以言辰為主 我們這邊就是講言辰 富樂 富樂 戶帶戲 戶帶戲院 七 七弦三路的酒吧街 是很後面的記憶戶 類似 像是巨大一當真 對 我們會想像中 五 六年代 大概就是這些 以前真的是 布袋戲的戲台就會寫 鏡光牆牆棍 歐宜插米粉 這個就是 真的假的嗎 詞語 這是詞語 你跑面這樣不是你掰的嗎 沒有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 所以看布袋戲 就吃草米粉 沒有 雙記才會吃插米粉 不是 就有一點詞語 然後就是好像場景非常地熱鬧 然後就是把它 不相干的事情把它倒在一起 就這樣子 那你知道以前 鹽城區最經典的 除了剛剛老闆講這些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 我知道 妳說 肉粽 對 但是只對一半 為什麼 是 這台 這台 郭師傅這個是 該不會你推車在飛發 那時候是我爸爸他們以前 以前就丟在旁邊 我們就要把 我們台灣的文化帶進來 把我們鹽城的特色帶進來 所以就 它是一個道具 再借一下 那這個真的是我最霸氣的東西 20年前 我的價格 北梯 因為我會想說 我可能要做一輩子 做到老去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 以前的材質真的有夠好 弄到現在還是很亮 我沒有刻意去插它 還是有灰塵 對 剛剛講20年 我真的以為它是最近才剛做好 沒有 反正這個都是紀念的東西 對我來講 更是有那種感覺 因為那時候就是性交流工作者 因為他們以前的 會親近的我們都好 他們就是要坐在外面 要去坐客戶 所以在他們那個年代 我們就用我們現在的照片 去示範他們 他們真的是很可能很可能 等一下我們要包東西的地方 一定是接觸我們的平滑面 這個是第一步 如果弄錯的話 也是可以包起來 重點就是我們 拆開的時候會不好拆 所以這個都是要點 第二個要點 我們在葉子的長度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空中摺紙 我們一般小朋友都是在桌上扯 我們現在就是在空中摺一個角 那妳那個角 小朋友讓妳在桌上摺 就摺一個小角 摺一個小角 師傅它有障礙了 完了 幫它修 來 妳摺這樣子 先這樣 這樣再一個角 對 都摺垂直的 把它躺開來 抓這邊 抓這裡 對 一個漏斗形就出來了 壓 漏斗形出來之後 現在不能放開 怕它折不回來 我們就把妳想要的男主角 就是我們的米 把它放進去 米 好 男主角進來了 男主角 女主角呢 女主角 就是我們的配料 我們配料 我們今天是豪華版的 我們給它弄個鮑魚 我們弄個烏魚子 我們弄個蛋黃 蛋黃 膏蛋 你記住 第四個要點 第四個要點 你要想像 一個口訣 有靈有角 你在捏的時候 捏飯糰的時候 三個角要出來 想像一個三角形 所以不夠就繼續填嗎 對 把它填成一個三角形出來 好 好 來 大小看起來 應該是要捏造成這個高 這是紮實的 紮實 紮實的 妳是要說紮實嗎 紮實的 妳說很實在 很實在 我覺得其實綁繩子是最難的 比用捏什麼三角形還要難 不會難 只是方向妳還沒有搞清楚 來 好 OK 打個節 打個節 OK 漂亮 不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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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 我抖了三下 四下都不會掉 好 來 身邊救命 好了 好 來 我抖了 超級 好 我抖了 維穹這面牆 好可愛 它把沿城區這裡的店家是不是 對 特色店家 對 它都用手繪的方式畫出來 沒錯 它其實就是讓來到這裡的旅客 就可以從這邊想清楚地知道說 我今天從這邊要出門的時候 它可以到哪些地方去 就我走一走就 好 筆記一下 對 對 外來客很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上網去到處查 你就從飯店一出來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這間飯店是 你今天要推薦我入住 落腳的飯店 是的 沒錯 這間店非常特別 它的樓上有非常好的景觀 我記得你很喜歡騎單車 其實它也是一間 單車的特色旅館 單車特色 但是有很多單車族群 會特別地想要來造訪 因為我們有時候帶單車旅行 真的不方便 對 沒錯 所以你待會兒進去 你就可以體會到它的整個 對於單車友善的設計 無感旅行 一進來就有一種香香的味道 對 空氣中有聞得到 喜歡 然後整體是滿簡潔的一個感覺 採光超級好 沒錯 因為旁邊就是公園 對 就是綠意樣然的感覺 然後你看左手邊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 這台車好美 怎麼樣 哈囉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你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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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主さん 我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發現整個飯店的外牆 有好可愛的手繪 你們在設計上就有特別想說 要跟在地做連結是嗎 是 沒錯 因為岩城這一塊算是老區 它從以前的散營廠開始到 現在有沒有 它有經歷歹年 所以它其實也有很多 在地的小吃 在地的特色 對 剛好目前高雄市民 大概是基本上以這個地方 為一個出發點在改造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將在地的一些特色 也全部融合在一起 對 我看你們招牌上面 還寫了一個大大的鹽字 就代表我們岩城這個地方 是 應該是 那個鹽字是一個土 對 土的大個鹽 土代表就是岩城這一塊土地 然後那一個口 其實以前就是散營廠 散營廠不外乎就會有結晶 我們那個口就是代表結晶的意思 鹽的結晶 對 鹽的結晶 然後下面不是有個米 米你把它倒過來 就有一點像鐵道 對 剛好我們這邊 以前也都是有貫嵌鐵道 沒錯 所以就把那個字當成 跟在地結合在一起 所以那個鹽字就這樣產生 好 它的房間整個色調 還有風格 其實跟一樓的大廳 都是滿一致的 我挑選的這個房型 有一點點小小的設計感 就這樣子鏤空的設計 所以會讓進來的時候 整個寬敞度 感覺是比較好的 而且它的採光也不錯 有兩面窗 事實上這間旅店 它所有的房間都可以看得到 高雄港區 所以來到這裡 你就真的可以好好的徜徉 在高雄的風景裡面 我覺得這間很棒 這間這樣子看過去 是柴山 也可以看到旗津燈塔 另外的一個方向就是看到港區 要看山有山 要看海有海 要看港有港 整體的風格 真的是讓人很放鬆的 這間旅店的位置跟視野真的很好 從房間看出去的時候 可以看到港區景致 到13樓這個地方 更可以從摩天輪 一路這樣子俯瞰 到高雄港的出海口 整個高雄港華燈初上 燈光璀璨的那種感覺 超級迷人的 這就是有港口的城市 讓人著迷的地方 而且交到好朋友 真的很重要 我在這裡欣賞景致 柏洋已經在幫我張羅晚餐了 因為這間旅店的13樓 就是一間餐酒館 而且提供潮汕菜 只要入住這裡的話 不需要特別出門 就可以來到這裡吃飯了 不曉得張活得如何 我去看一下 很豐盛 我覺得教你這個朋友 真是教對了 亞老婆 沒有 我只是帶妳來到這個地方 但是要怎麼樣吃得到地 吃得入味 要我們專家 沒有 謝老闆 謝謝謝老闆 幫我們準備得這麼豐盛 對 其實我覺得謝老闆 你這裡的環境 在這邊 有點小小的餐酒館的形式 又有點像家宴的形式 沒錯 它好像是藏在高雄港區裡面 一個很溫馨的小地方 但是裡面布滿了驚喜 是 這是我們希望第一道 這是以前的酒館菜 妳知道台灣早期的酒館菜嗎 我知道 但是妳 謝老闆 妳知道 沒有 沒有 妳有這樣走 這樣看台灣的酒館菜 真的 謝謝 這邊走的是什麼樣的菜系 這是 以前更當一點的潮汕菜 所以既然潮汕菜這麼有歷史的話 表示你們這邊的主廚 應該也是很有經驗的老師傅了 因為老師傅不一樣 他很年輕 很年輕 對 可是他對他們阿公和阿爸 他們阿公以前的就是 我們最鄉的哈馬生 在那裡的酒餐 一個老店 到現在有差不多一天的時間 真的 所以你把他們那邊的老手 也請到你們這裡的廚房來 是 很好 就是等於也把它傳承下去 就對了 食材的部分應該也都是用 我們很多在地食材 因為我看到有海味 有蝦 有蟹 我們這邊又靠港口 感覺應該是食材很豐盛 山林海 這是我們鹽餅很多人 寄在裡面 譬如說的滷滷滷饅頭 這裡裡面的外國有家鄉 的民間 另外外國人到在地 東順寺的黑魚寺 黑魚寺 對 黑魚寺嗎 對 這麼奢侈 對 所以我們把鹽餅的味道 就結合在這碗裡面 所以烏魚子你們是把它炙燒完之後 弄碎 然後灑在上面 烏魚 感覺像金箔的概念 我剛以為是什麼鹹蛋金沙之類的 可是不是 是烏魚子 而且羅伯伯的饅頭 現在其實 已經沒有辦法吃到了 已經 去另外一個世界當天使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饅頭是 等於算是 景春的最後一顆饅頭 對 好感人 在這裡很多人都吃過羅伯伯的饅頭 對 包括很多 當我要盡量的時候 一定要帶羅伯伯的饅頭盡量 其實不要說這邊的人 很多都吃過羅伯伯的饅頭 像我們外地人 也都聽過樓寄饅頭 也都聽過羅伯伯的饅頭 然後像我們有時候來高雄騎單車 也都是會買一顆當早餐 對 進入原城的歷史記憶 真的 謝謝羅伯伯給我們這麼美好的回憶 吃看看 是脆的 它是脆皮的 有點有聲音 它要哭了 好好吃 很有層次 很有層次 它從底下的甜道 到上面的鹹道 然後在歐漁界海味 你想得很好 你想得很好 我覺得羅伯伯的饅頭 吃下去真的就是那種有 傳統味 就是有手工 然後你真的是吃到老師傅 做出來的那個味道 而且因為這個饅頭 它是用烤的方式 再加一些鹽分 就是會讓人覺得 是很簡單的調味 但是裡面吃到很多 不同的層次 那就像你剛剛說的 上面冰卷的軟Q度 然後撒上去的 那個物魚子的香氣 再加上饅頭本身有一種 你知道我們吃那個澱粉 慢慢嚼的時候 會出現的那種香甜 然後剛剛想到羅伯伯的故事 就覺得好感人 就是很簡單 很認真的 去做一件事情 跟把自己的心意加進去之後 讓我們吃的人感受到的 就不會只是單純的 嘴巴裡面的味道 而是你好像是 用心在吃東西 不是只是用嘴巴在吃東西而已 平凡中的不平凡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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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道是煎蛋嗎 謝老闆 沒有 這是鵝肉 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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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鵝肉加換 所以這個跟我們平常吃到的 鵝肉煎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我們可以一起品嘗 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 看起來不簡單 通常都不是很簡單 如何 你們的鵝肉好鮮 好鮮美 我跟你講你吃蛋的部分 還不用吃到鵝肉 就已經有一個 超香的鵝肉氣息噴出來 今天我們是開港城 羨慕嫉妒 然後吃到鵝肉本身的時候 噴汁飽滿的感覺 非常地讓人感到滿足 其實這樣子的吃法會比較清爽 就比較不像一般吃鵝肉煎 還有勾芡 對 煎粉什麼的 對 它就是滿清爽的 然後整個鵝肉本身的汁 融在蛋的 它們又煎得厚厚鬆鬆的 滿嘴芳香 好好吃 來 調味好棒 我瞬間愛上潮汕菜了 真的 因為我覺得潮汕菜的調味 很舒心 有滋有味 可是不重不鹹 對 它的鹹都是很舒爽的 調味也都是那種 有味道 有滋味 可是不會讓你覺得口乾舌燥 就剛剛好 有些那種太過頭的就是 你吃一口 你就不會想再吃低了 可是它這個是剛好到 你會一直想要再吃 很剛好 對 當然這也是酒加菜 對 所以麵味它還有放黃酒 是 怎麼會配黃酒 再把那個 難怪有一個香氣 對 可是你知道因為我們聽到說 酒加菜的話 通常真的都是很重口味 很鹹的 因為要配下酒 要勸你多喝一點酒 這樣子 要有點蟹動 對 蟹動 要多喝一點酒 可是我就說 我們吃到現在都覺得每一道都是很舒心 很舒口的味道 好吃 今天其實 在這樣子的食物裡面 我覺得也品嘗到了 柏陽在我走過的三明區 還有鹽城區 因為其實有時候食物它就是 反映一個地方的生活樣貌 我覺得透過這些生活樣貌 我跟著你一起走訪 然後又透過食物再慢慢地去醞釀 就對我們高雄的這兩個區域更加 對 有感覺也更加有感情 雖然我不是高雄人 可是以一個外地人來 慢慢地走讀 慢慢地認識 這些感情也會在我的旅行記憶裡面 慢慢地被堆疊 我覺得很幸福 有兩位陪我享受這一趟旅程 跟這一桌的料理 感覺非常棒 我們的榮幸 謝謝 謝謝 這隻是 好香 好香 就是用百分之一百個人的水果 下去做花香 他們有添加任何的糖分 吃完完全全的鳳梨香去用 營養造的 對 它的鳳梨香是很愛愛內涵光型的 你要先拉長以聞的那個時間 後面尾巴的時候 對 這支酒它得過雙金牌 布里塞爾的雙金牌獎 還有世界列酒大獎 因為在外國比較少有用奶雞去做奶的酒 所以這支酒 它其實名字剛好可以取作奶雞 名副詩詩 是的